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渣 现在是晚上六点不到 天还很亮 今天去吃一家据说非常好吃的农家菜 这白鞋鸡不错 鸡皮正黄 它应该用的是这边的本鸡 这边的本鸡不是很嫩的 可能会馋 吃一下 加点酱油 鸡皮蛮滑的 鸡肉有点嚼劲 果然不是嫩的 但是很香 来个鸡腿 大鸡腿本丝先吃 堵头 这块堵头 这块鸡肉有点滑 多喝一半 很香的油爆虾 油爆虾包的好 额头人体 可以 可以很香 很鲜 不用组合了 这可很脆 香甜 这盒头鸡肉有点滑 这盒鸡也滑 哇 这个鸡肉也滑 非常好吃 我感觉在家里反正烧不出这种油爆虾 家里的那个油温温度不够 你觉得呢 好久没吃到这么美妙的油爆虾 虾肉的鲜美细嫩 虾壳的脆香口感 加上恰到好处的酱汁喷调 这一口一口 根本停不下来 这些特色菜 韭菜炒鱼籽 是 韭菜的鲜甜和鱼籽的鲜甜 充分释放 好吃 一口春夏之椒 吃进口里 这里一块很大的鱼籽 包连韭菜一口 我点这些菜不是我一个人吃 要么吃完 要么打包 还不见这个上人 吃力很好 臭豆腐蒸鲜干干包 也是这边厕所店 我很喜欢吃臭豆腐 臭豆腐刺生 臭豆腐油炸 我都吃过 第一次吃清蒸的 试一下 闻起来臭 吃起来很清淡 我也吃了 跟普通的老豆腐吃起来没什么区别 我吃下这个千张包 千张包糊不满满的 你的肉很多汁水 很香的 今天的菜有个特点你们发现没有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你猜一下 都是黄色的 今天这顿饭所有的菜 一滴辣椒都没有 一颗辣椒都没有 他们家的菜就全是这样 很清淡 很清爽 主要是用的食材 估计挺有性情 不吃辣的 很有的天堂 其实这家餐厅算杭州菜吗 我觉得也不尽然 食材新鲜 东西好吃 生意自然就好 那么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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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